以时尚名歌走红歌坛的中国大陆军旅诗级歌手汤灿 在2011年底传出涉及贪腐被带走调查 从此他从人间蒸发 不过在网络上汤灿逐渐被爆出 与众多党政军高官有染 是最著名的公共情妇 其中有总后勤部副部长 前深圳市长等 还有传说他是薄熙来政变的核心成员 不过日前传出 汤灿农历春节前被正式批捕 请看报道 在大年初三这天 有自称汤灿好友的作家孙岳阳 与进城市外桥办的副主任两人 不约而同的在各自微博证实 汤灿于年前被批捕 并获刑七年 著名歌手汤灿 2010年9月13号被特招入伍 入伍后被授予了文职级别三级 专业技术武器 大校军衔 他被誉为中国新民歌领军人物 中国时尚民歌天后 他的唱法也被归为独创的汤市唱法 但2011年底 传出汤灿因涉贪腐被带走调查 他的公共情妇身份也开始暴露 经济观察报记者在微博爆料 声称已掌握了汤灿的床上名单 其中包括前深圳市长许宗恒 前开封市市长周一忠等 后来又爆出他与央视台长焦立 前无锡市委书记毛小平等多位高官有染 还有消息指称 重庆事件爆发后 传出汤灿还是周博政变的核心成员 他通过卖身监督中共高层 为薄熙来和周永康收集高层情报 和打通要害关节 由于汤灿涉及的官员官职高 网上把他称为最知名的高官公共情妇 还有网友爆料 汤灿深住豪华豪宅 所带首饰价格高达千万 全身都是名牌 一个鳄鱼皮爱马仕薄金包 就45万人民币 日前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说 元旦前解放军中将古俊山被正式批捕 据初步核查 古俊山涉案金额200多亿 房产300多处 自住7000多平民小楼 护工60多人 有5个情人 其中一个歌星 那位歌星就是汤灿 我能够看到的 这位领导同志没有事的时候 他非常好 等他一出事了 双规了 就马上他就 他有N个情妇就出来了 没事的时候 他多英明 多多多多那什么 一有事的时候 马上什么事都出来 又好几百个亿 北京艺术家独立制片人杨伟东还表示 开一个两会 计程车窗户都不能打开 怕有人撒传单 而官员台上说的与台下做的也完全不一样 杨伟东自身的经历也说明 在中国说真话要被打压 杨伟东从2008年开始排摄大型纪录片《需要》 他透过影像方式记录中国500位有影响的人物 其中有他不知道被内控的意见人士 为此他在北京的住家被断电话断互联网 杨伟东说 国宝给他打电话或约谈的次数已经超过20次 2010年11月 国宝还找上门来 搜查了他的家 并将他带走扣留9个多小时 2012年伦敦奥运前 他还被禁止出境 这就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人 一个艺术家 我就是说了几句真话 所遇到的这些困境 反过来来看在这个舞台上 那些光鲜亮丽的这些艺术家 那么更兴高采烈的 他们能敢说出 他自己看到的这个真实的场景吗 如果他看到了不说 就是光鲜亮丽的 说就像我杨伟东这样 诗人和文化评论家叶匡正指出 极权体制往往是建立在谎言之上 这种体制淘汰掉的往往是好人 能晋升高位的往往是那些 善于讲假话 套话 官话的官员 就会 感谢观看